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智慧成就荣耀 这里是2018SEL春季赛的比赛直播 本赛是由杭州游卡主办 感谢百度T8安德斯特电竞仪 法国都棚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大家好我是解说十六 我是解说的滴滴 今天将为大家带来是第三轮第二场 老斯奇和Casper Online项目的对决 然后今天也是将进行四场的统帅 以及两场4v4的比赛 对 没错 然后在昨天呢 吴双以及GC是打成了4比4平手 是的 他们分别在统帅以及4v4项目 同时都打成了平手 没错 统帅也是2比2 44也是2比2 双双赞平 对的 就有点奔着上周那个 GC跟斯戴文图斯的那个势头去 有点像 但是因为周末还有 周六的晚上6点 还有他们两支队伍的一个2比2的比赛 所以说也不一定会打成平 对对 目前来看 现在还是未知结果 然后今天将进行是老斯奇跟Casper Casper上周出战的应该是大A和影子是吧 是的 我估计应该还是他们两个 然后老斯奇上两轮是迟迟没有看见六郎出现 对对对 也不知道他们今天的阵容会是什么样 双方整个都比较强势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场的比赛 好的 果然大A 大A和神银 神银是从JK转会到老斯奇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今天六郎又不会上场 红甲 红甲依然在休息啊 大家还是请耐心等待 我预计周六的时候红甲就应该能回来了 周六吗 周六差不多 诶 这边是冷色方神银是吧 这边法政公孙渊 然后放给了对面的灵筒 放给了冷色方放给了暖色方的灵筒 灵筒也没要 灵筒都这么不值钱了吗 诶 现在周仓要先抓了吗 这灵筒都没周仓值钱了吗 现在又有新的套路出现了吗 看不懂 这个游戏越来越看不懂了 就越来越多样化了 因为他加入了新的武将之后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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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稍微给大家解析一下 这边一抓了一个法政 因为法政这边 这局里面基本没有什么太多 其他人可以阻挡了 然后这边拿了一手工作人员干凝 是一个双限制 然后那边二抓就抓走了张聊 防止对面偷光光 拆光光 那这个周仓确实我有点看不懂 所以我聊下去了 周仓有点看不懂 是吗 对对对 我看王姬又是沦落到这么低的照 我的天啊 为什么呢 我的王姬现在都这么惨了呢 王姬他这局应该是没有包养 所以没有准备上王姬这样的 几方面 一方面是没包养 另一方面 公司员 甘宁 张聊俱在 尤其灵筒也在 这种破坏手牌型的武将大有人在 那你对于王姬来说是非常难受的 看下这边是雇佣甘宁加公司员 一个手牌破坏系 这边是一个法证灵筒加斯马朗 斯马朗上的次数还是比较少的 而且就是发挥好像没有 就是发挥的不是特别好 还没注意看的 所以方达到这边是没有太多那个什么 也好也好 斯马朗 所以说就觉得说你把我偷光了 我靠斯马朗军兵还能补点牌 对 但是领统这个位置的话 应该是不会被军兵发牌的 我觉得 没错没错 就除非被达到一个很残的血线 全五阶正有钱 我们并不是全五阶有钱自己充值充的 是因为我们是在那个王赞比赛服 专区 专区里面所有的武将都是五阶 如果你想体验就是全五阶的特效 请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对 请来参加王赞的比赛 对对对 ISL比赛如果参加困难的话 请期待我们后面王赞的比赛 因为ISL是我们俱乐部的 没错 这边 是直接那个旋风了两张公司院的牌 对的 因为这里 但是它被冰住了 还是会被干冰拆掉的 一换一 暖色这里只要能扛住这个冷色封的四连 应该就能慢慢的打回来了 没错没错 公司院跟女人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强的输出啊 主要是破坏性 不要一会儿就打脸 比如说昨天那个十一张牌的公司院员 哦 昨天那个 太打了脸了 我觉得是十七张牌吧 好像是 嗯 十七张牌 十九张牌 太夸张了 我私底下跟奶妈聊 我跟奶妈你做何干涉 奶妈说我看着我都不想打了 对 就从未见过那么多牌的公司院可讨厌了 看着她 这边限制一下斯玛朗 其实这个斯玛朗也不会有太大作为了 无非这个是行动实际上是限制斯玛朗的手牌 呃 甘宁这边是拆了一刀 呃 拆了一下公司院的那个 边疆村断 手牌可能比较红 翻偷 一人一张 偷完之后还能吃个桃稍微补一下啊 对的 公司应该是留两个桃在手里的 哦 直接两个全部吃掉了 防止你劝锋 然后还能我跟你军兵一下 对的 哈哈哈 她在想要不要过牌应该是 不给过 哦 那手里牌质量可能比较高 哎 天过了 这边斯玛朗天过 斯玛朗实在是这个坑位的斯玛朗 不会有太大的作为啊 看斯玛朗手牌怎么样 呃 一发南蛮入侵 峰威看看要不要交 可以不理 所以我觉得不用理 因为一会儿还是冷色方的一个星座 对冷色方的回合 不用理 对 峰威还是能保给 五五封灯尽量给 留给五五封灯用 对的 因为这时候就是五五封灯一开 然后 你峰威现在要对手的话 那自己防的优势就很大了 三张牌嘛 对的 而且是六张牌里挑三张 跟传统意义上的 摸三张还不太一样 没想到一个斯玛朗 你打出这么多输出啊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S2联赛 真的没有办法去预估什么 这种事情 现在搞到我们解说都不敢说话 一个斯玛朗在回合 那你能做什么就 能把一个公司全打得一血 对 非常恐怖 还是一个坑为斯玛朗 还是一个主帅位置的一个斯玛朗 都是信仰 就像昨天那个国家本来是个辅助 然后偏当输出打了 对吧 这里是先把刀拿过来 其实距离吧 距离 不要再对公司院有什么想法了 这边直接一张拆掉领桶 虽然也便于公司院去做一个进攻的动作 而且你看 你现在看暖色方的手牌就三张了 嗯 没错 天哪这个限制 哦 骨定刀 骨定刀 有没有酒 那这边就怀疑不了了 上是个桃子 上是个桃子 那这个桃子就是他那个不敢军兵的那个 哦 对对对 桃子不军兵 那就是手上两个桃偷了一张桃 应该是 呃 这边直接 对一张牌发动 一张牌 对 一张是一张啊 虽然应该是想能多过一张是一张一会儿 那你这边要不要考虑法队法阵天洞 然后宣货给灵桶一张 灵桶一张会合结束之后 七两张牌 宣封又能发动军兵 对的对的 发生的牌 这么纠结吗 铁锁连环 这个氛围没交 六胶看一下 有没有无蟹可记 无蟹 哎 这虽然手里肯定不是一张闪 他把这张无蟹 啊 法正打的无蟹是吧 对 就为了军兵啊 纯为了军兵 就是为了军兵 刚才我还奇怪呢 哎 法正为什么要打无蟹啊 然后我在看 难道是我看错了 没有 就是为了军兵 手牌不好的话 直接旋风 对 直接旋风 固定刀拆了 因为这个手牌是明的啊 手牌明的 对 那这里给点保护的牌 给林同吧 但其实能限制一下 那个雇佣最好限制下雇佣 因为雇佣这边 就八张牌 虽然你看得在坑位 但有中生无 也是能干一些事情 哦 对的对 这里 我觉得他应该是想找距离 这边分威开掉了啊 哎 顺手切羊 有一事有欠啊 有可能有简易吧 或者想顺 顺国键章也有可能 对对对 有简易吗 有的 有简易就要奔林同去了 我觉得杀应该是有的吧 两张闪换一下 有了一张 哦 还是有闪的 我刚才想一个问题 你说反正会不会把一张比较好的光牌 送给了斯马朗 这样便于斯马朗收编呢 也有可能 看斯马朗操作啊 看斯马朗操作 嗯 一步排除斯马朗可能会有收编操作的可能性 对 因为林同现在真的太危险了 没错 没错 手里没属性 一张决斗奔向的公司员 诶 这里是自己想军兵吗 诶 不是啊 哦 他想让他想补血 腰内去击去击了 对 哇 这个有点残酷了呀 这 大大爷也是挠了一下头 哎呀 没有办法了呀 这这这这给个九杀也也难扛啊 雇佣手里牌一直没有人破坏过啊 对对对 这里还是扛不住 要给个桃子了 要给个桃子了 这样总归不是回事啊 对 因为你这样的话 呃 你这边是打防守 进攻打不了了 那对方就是 就是冷色方他偏进攻一点 他又可以拆牌 然后又可以输出 然后你这里就只能回回血 做做防御 那这样的话 就是一直打下去不是个事 没错没错 而且现在公司员死了 不影响 因为甘宁和顾佣的状态很好 因为你有可能会达到一个 拿公司员换你灵桶的效果 公司员换了灵桶 就不一定谁能赢啊 而且顾佣我们看到 他手里都是全都是闪 你想打到他一个残血的状态 也不容易 甘宁手里应该有套吧 有刀 杀一刀闪出去 那基本又没什么 嗯 那这里还是发一点防御牌给灵桶 对 然后甘宁回合先动 然后去拆一下灵桶的手牌 公司员回合 透一张一刀再走 看一下里头有没有黑 两个黑 拆光了 对 哎呀打出了一个无蟹 手里十张闪 嗯 那公司员一会直接偷掉就好了 我还有 这应该是也存了一下牌的 没错 哎 一场决斗 不给公司员收了 我赶紧收 自己收 收完之后还能齐齐用 公司员似似似乎无所谓的 哎 连怒拆连怒 看到这个连怒拆下来 又有点想到昨天的连怒局 昨天的连怒局已经过了 昨天是打了 如果就是 有昨天看到直播的观众 应该是知道 就是昨天打了一天的连怒局 没错 老干迪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了 然后这里是发动了一下军兵 这里应该是考虑着直接奔着斯马朗去了 没错没错 啊 一个南蛮 他有一张沙就可以了 那个拿一张牌 嗯 然后看看 有找到沙 有沙 那结束了 谢谢 那恭喜 Killer 先为老司机拿下一局 嗯 那么这样的话 老司机一比零领先 对 暂时一比零领先 最终暖色方打得比较被动 比较被动 对 一直在被压着打了 嗯 这里面没有什么太多输出将 然后也没有太多爆发将 这个牌堆里面 控制系的反而都出来了 唯一的爆发 我就只看到了斯马朗 在第一轮出现的那一波打了 那不算 但这是排好 反而控制系都出来了 张辽 公孙渊 甘宁 灵统这种控排系 控排系的出来了 对 然后跟灵统最大的配合 也就是那谁了 也就法证 但是法证和灵统 讲真第一轮 我觉得 感觉发挥不大 发挥不大 所以说 我还是看不懂大爷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是怎么回事 那个周苍是干嘛 周苍 对 有人能给我科普一下吗 他可能是 拿周苍是为啥呀 我实在 不可能是想拆对面的阵吧 对啊 我觉得你周苍那个位置 你提早一下 拿 拿那个什么 拿那个 拿灵统 或者说你拿雇勇 或者拿什么 我们当然蛮后炮了啊 嗯 但我觉得他周苍那个点 我实在是没想明白 没想明白 那双方稍微缓一缓 然后一会儿进行第二个比赛 刚才是大A的暖 然后一会儿是大A的冷 是的 是的 因为每一局的话 都会强制交换冷暖色 没错 然后对选手会攻击 新的将士 我们还没调研过冷暖胜率 没调研过 改进应该抽调一下 看看后台的大数据 看看 是的 冷暖胜率怎么样 查一下天机高分位 因为目前来看 据说是 就那个加一排调整之后 据说是那个 暖色方的胜率高了 哦 高了很多 高了很多 因为暖色方一直都被压折了 没错 就挺难受的 而且这个版本 据说将士暴力之后 暖二连很厉害 很凶 回头看看吧 我们尽可能给大家 多拿一些数据 对 遇上将面 像刚才那样 就是对牌的 就是拆呀 或者是拿 就比较多的那种武将的话 对暖色来说 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没错 就这种限制流 你看啊 其实四连 限制流 限制牌是一方面 就限制牌过后 就让你缓半天 你缓不过来 然后同时一点点 用输出去打死你 然后对于法政领统这种的 它也不是及时爆发的那种 也需要一点点去 但是碰得干净和这个公司员就稍微有点置疑了 没错 这局整个很难得看的一个一个一个整局限制流的发挥 对 因为现在看多了好像都是什么国家里点 嗯就是要不就黄中啊 昨天是看了一天的爆发流 对 昨天那一天 特别快 其实像这样的就是拆牌流的其实也挺快的 对 但是出现的比较少 我觉得昨天那一天 我现在回忆起来 我就觉得有点 就 就只能满脑子都是连弩 满脑子 那个草花连弩 草花的 草花连弩 草花连弩 草花的好用 没错没错 实在不是特别理解 我先标志一下 到司机1比0领先 对暂时领先 我们今天一样啊 观力还是给大家讲一下 资述一下我们的赛制 我们是进行四局 同赛项目比赛 每局极一小分 然后两局4v4项目比赛 每一局极两小分 然后最终在周六周日呢 会进行四局2v2比赛 每局极一小分 然后在整轮结束之后 然后计算小分 小分高的一方呢 获得三分大分 平的话就是310嘛 足球这种赛制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赛制安排 然后还没开始 我们先看看弹幕吧 跟弹幕互动一下 我想问洪甲老哥呢 洪甲老哥 他儿子葫芦 葫芦出生了 对 然后最近是家里 月子的事情比较忙碌一些 所以在家照顾 照顾媳妇 然后孙便呢 也让他那个休息休息 所以说不要着急 洪甲估计周六的时候 就应该能回到我们直播间了 当然也有可能 明天后天都有可能 因为这两天 我觉得还蛮难的 因为这两天好像那个 迪迪的那个身体状态 也不是特别好 对 看看明天的状况好吧 葫芦 葫芦不是孤独 你们别这样 别拉嘲讽 别别拉嘲讽 对 洪甲还在坐月子 洪甲在坐月子 洪甲老婆在坐月子 你洪甲那肚子 比他媳妇怀孕时候都大 真的 有比拨吗 你看那肚子 我天天都服了他了 就跟那个里面长了 就怀了双胞胎一样 没错 再看看 影子 影子一会上场是吗 影子一会上场 可以可以 那一会我们看 有可能进行国战比赛吗 国战比赛 那个大人发杯 最近好像在开始 我不知道是到报名 应该是我记得五月份比赛 应该是现在 今天4月25号的话 应该还在报名的末期了 可以看一看 赶紧报名 大人发杯 但是具体我不是特别了解 应该是兄弟部门的一个赛事活动 今年的话 我们的落地会有那个身份局 身份局 但到后面会不会有国战的线上比赛 说不好 因为大人发也是开发了一专区 如果专区用完之后 效果还不错的话 那么有可能去后面 去运作一些国战的比赛 有可能的 有可能 一切接有可能 导播还要多久呀 老播你又想放我们尬聊是吗 说这一天天的 天天就老折磨我们这帮解说 要么就是让我们解说没话说 要么就是让我们尬聊 导播可以先切个选手画面吗 让我们看看选手在干嘛好不好 我不行了 我们真的很好奇 要么我们抽奖吧 好吧 好 等一下 怎么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还没有开始吗 嗯 要么 要么我们先抽奖也可以 要么先抽奖也可以 我们再想想我们今天要抽什么 我觉得 昨天抽了雨伞 今天就不打算抽雨伞了 不知道今天要抽什么 之前那个抽雨伞是怎么着 抽完之后是会给一个那个 验证码是吗 会有私信到选手那 然后再联系杜鹏的客服 是吗 是吗 那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抽雨伞好了 有雨伞抽吗 晚点抽个雨伞好了 那这边双方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 有可能啊 第二局要开始了 哎开始了 第二局 迷竹 忠遥 郭佳 张飞 三个神载 然后控制端 公孙渊 输出端 张飞 黄忠 举兽 其实这一局我觉得还 姜明还挺昏的 一个郭佳局 一个郭佳局 也伴国家伴迷竹举吧 伴国家伴迷竹举 我觉得国家迷竹 应该是一人一个了 对国家迷竹 肯定要一人一个了 这也是郭佳中瑶配了 昨天刚打的一个 李典国家带巨兽 还挺好玩的 800年上不了场 一次巨兽 昨天不是带的巨兽吧 不是 我昨天自己私底打 我就说昨天 昨天就是 比赛场上 没有见到巨兽的 那个导播 你不要这么批 导播你不要这么批 你在这样的话 我是可以没收你的秀的 真的 我让一个运营的同学 帮忙删除一下这个秀 导播你不要这么批 好吧 而且你上周的工资 还没有结 这边是要打一个 弥竹 黄中 然后对面的郭佳和张飞 我们说一下 这边的郭佳张飞 是一个冷色方的郭佳张飞 对的 冷色方的郭佳张飞 实际上是有劣势的 劣势层面在于 我暖色方的二连 你张飞不可能摆主吧 对吧 对不可能摆主的 然后一会儿啪啪打我脸 然后那个暖色方的 冷色方的张飞 如果你摆编的话 然后暖色方的二连 第一回会抽你张飞的 一百个嘴巴 你是不能够提身的 在你回合开始的时候 对 就很少见到 就是张飞在冷色方出现 为什么我每次都抢春华 因为你是真爱 兄弟 你一定是真爱 这边啊 八成是弥竹 公孙渊 黄中 王毅的竹也可以 摆个王毅主 王毅主 公孙渊主 我觉得都可以 感觉不像巨兽吧 巨兽 太肥了吧 哎 为什么会有这个画面 他只是 他不会出现那样选将 好神奇 还有这个画面 第一次见到 那这个张飞 至少凉学啊 对吧 我觉得走远了 我觉得至少凉学得掉啊 干嘛 自己打一刀 为什么呀 他不是理点 干嘛 就是为了给佐定一张牌吗 而且 为了躲那个黄中的那个 反正黄中杀他也是凉雪 还不如我自己帮张飞补一张牌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那你不去 那你 那你不确认那个公孙 对 哎 太算平常了 但是还是怕乐啊 我觉得 对吧 挺好 就是 有迷竹和国家在的话 除非国家特别大的优势 才会拿国家 要不然一般是放选迷竹 为什么呢 因为 冷色放大国家 现在的版本 这种借国家 不是及时受益 国家一般都会放逐 但冷色方的主国家 其实就是一个双暴嘛 那你要熬过暖色方的二连 对的 熬过这个二连就好了 现在版本暖色方二连这么强势 包括迷竹都可以摆编 对二连进行一个辅助输出 各可放那什么的 对吧 好 想想 我昨天打的不是那种 我昨天打的是一个迷竹 迷竹 打到底是谁 我打的是一个迷竹 那个举兽 然后给对面打过枪 直接奔主去了 两个决斗加两个火攻 我就直接带走了 直接带走了 对面一个坛没有 我还特意看他出牌 看一下是不是粉丝 就很棒棒 嗯 厉害了 这里是 黄中之前 应该是期待过了吧 老哥 你断杀了吗 可以的可以的 断杀真的是 厉害了 你这波断杀操作是可以的 真的是没有想到 我还以为就是张飞的日子会非常难过呢 张飞日子 他俩很舒服啊 现在刚才就是 大爷可能有点后悔了 我为什么要砍张飞一刀 啥事没有 张飞先弄了 哦哦哦 对因为有个冷四连 冷四连 没错没错 哎 让无限打过来 黄中腿惨 黄中断杀 这样的黄中也是少见的 但是 我记得就是蜀国武将 还是蛮容易断杀的 你说蜀国一个吃杀的一群武将 断杀 对因为蜀国武将真的经常断杀 没错 不过现在蜀国出的那些武将 乱七八糟的也有点不像靠蜀国的风格 你比如看一下马良啊 比如像冬允啊 啊对那些就不像那种 感觉都是为蜀国 哈哈哈 就是蜀国最最早出现的都是一批菜刀 这样对对对 都是一些靠杀输出的 最早对于桑菇沙武将定义就是卫国卖血流 蜀国就是全靠基本牌 嗷嗷一问杀 然后乌国呢 乌国就走装备走牌 走过牌 那群雄呢 群雄就稀奇古怪嘛 啥都有 群雄稀奇古怪 就稀奇古怪啥都有 好吧 有点意思 所以蜀国现在已经变味了 我今天那个二位二拿马良打得还挺开心 打得我挺开心 嗯 马良online上面是改过了 对改过了 挺开心 挺好玩 好玩 挺刺激的 这里 一张装备还可以过一过拍 十张拍的秘书 没事有一张是名的 没啥用 南蛮入侵 这边郭佳需要卖一个啊 卖一个要分两张杀给张飞 放心 这反正杀全都是张飞的 就怕蜜蜀有乐 就怕蜜蜀老人家手里有乐 有个乐就GD 解不掉乐的话 还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蜜蜀是十张手排在手 你说他有乐也是有可能的 没错 这个中瑶的手排有点多呀 我们看刚才 郭佳卖血是中瑶跟张飞一人移记了一张 连了迷竹 那是中瑶手里有乐了 如果中瑶手里没乐的话 这一发应该连共同一样吧 还是说等到冷 等到冷次方的张飞之夜奔迷竹了 是这个想法吗 这是要实现奔迷竹吗 因为他看张飞有距离嘛 有可能想着这是张飞之夜奔迷竹了 我觉得也是有乐吧 才会这样打 都有可能啊 但是看着像是有乐 因为感觉不乐的话 就这一刀打到球桃其实也不错 因为有乐贴人之后 那个中瑶能控的顶很舒服 而且迷竹也可以那个 迷竹也可以多丢一点牌嘛 对 这个郭佳手里看来没什么杀 这么多点输出才给张飞一夜两张牌 而且也没有找到黑桃装备 不然的话也可以递给张飞 没了 慢慢的放牌 就是想几口迷竹 没了 这边刀 就走了 张飞手里也没有杀了 11张手牌的迷竹 还是能做一些事情 然后迷竹这里 一场尴尬 打我呀 一场尴尬 场面一度一场尴尬 你打我呀 然后一发桃圆结议 这个桃圆结议稍微有点伤 对冷色方来讲稍微有点伤 这时候暖色方每回一个 写对冷色方来讲的击杀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对的 这里是给国家打了一个无缺可击 防止你过度去刷国家 但是国家其实也没有刷到什么好牌 你看张飞的头像一击二 这跟昨天的国家比 简直就是一个假国家 完美啊 这是真辅助国家 真好留着一张六张牌 你这辅助也太菜点了 我觉得 咱们就这里是一刀杀下了张飞 但是被闪掉了 知道这里还要刷吗 要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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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刀九刷吗 这么凶 有刷 果然 活墨加桃子嘛 嗯 诶 这里是把青钢剑给递过去了 哇 俩真逃 我觉得他 感觉他们就赌这一波了 有青钢剑吗 有青钢剑 刚才就是青钢剑跟勒布斯鼠 直接九杀的 哦 都是黑桃 那他递过去了 那他递过去了 对 有青钢剑就好处了 那就能赢了 还没注意看 有点厉害 有点凶 有点凶 所以之前才会连弥竹 不连公孙渊 没错没错 所以这是有道理的 嗯 但我们并不知道 那个青钢剑是什么时候摸上来的 嗯 先过我牌 先过我牌 别急 先把牌都过大了 过多了 嗯 过得差不多 哎 冠师傅 冠师傅 感觉稳了呀 这个比那什么还猛 嗯 他感觉黄中手六桃 所以拆了一下 看一下一刀 能不能带走 一刀正好带走 没逃的了 那恭喜 大家帮回一局 一比一平 一比一平 那双方在统帅的第一名选手 战成了一比一平 嗯 那么接下来就是 我之前有看弹幕上场的 应该是影子跟坦格 是吗 嗯 坦格我不知道啊 嗯 坦格在 我老对不上号 不知道是谁 第一轮的时候有上过场 我对不上号 我对不上号 对 我对不上号 我想想 我对不上号 对 嗯 我这个脸盲症也有点 但是跟红甲相比起来 还能好一点点 嗯 其实我也脸盲 是吧 对 没办法 对 就有一些选手的ID叫的也奇奇怪怪 叫奇奇怪怪一点吧 我反正能记住 嗯 我只能记住就是经常就是比较熟的选手的 没错 对 而且现在那个统帅这边那个人才积技 对 因为他们今年换的新选手还蛮多的 如雨后春笋般就又冒出来很多人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也确实分不太清楚谁是谁 让他多尽量 那我们稍微等一下 然后还是跟弹幕互动一下 要看看一会儿因为那什么 魏诗一怎么不直播 魏诗一现在都放弃之聊了 红甲啊 我觉得他那个号可能都不值魏诗一了 你有时间我去得他号登录一下 因为太长时间不玩那个会掉断的 哦 这有可能是现在都可能卫诗二卫诗三 那就有可能 十分想念不要不要着急啊 魏诗一那个 就是洪甲老师上周的周日是来解说了的 没错没错 嗯 魏诗一现在在休产假 如果如果你想见到洪甲老师的话 请每天都关注 对每天关注我们 预计好吧 明天就能关注到 对就说不定你就能遇到洪甲老师 而且洪甲老师有时候偶尔会进来打一顿石榴 不会的不会的 他没那样 上次不是冲进来了吗 你上次他什么样的提呢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刚才不是我说的 刚才都是奶妈说的 那个不过周六一定了啊 石榴姐是时候整体加强一波标凤武将 标凤武将已经加强了呀 界限突破就是对标凤武将加强 而且封武将 封包应该都已经加强完了吧 然后马上要加强的是另外几个 哦我昨天看到一个内部的邮件 好像是马上要改的几个武将是 那部有可以说吗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 泄楼公司机遇我要举报的 是一将里面有几个武将要改 一将里 举报有奖金吗 举报吧去吧 我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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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有两个武将好像是新版本要改的 然后还有一个新上线的武将 好像因为一些结算问题可能也要改 也要重做或者改 据说是 文是改吧 对对对对 结果表新版有啥用的 哎 在哪看前几天录像 那个我们的录像请大家关注一下腾讯视频和优酷视频 然后呃腾讯视频那名我忘了呃 应该都可以搜三国沙王者之战已经能搜到 嗯 优酷是前几天刚好我们的后期妹子把我们那个整个页面整理一下 换了一个诸葛月银的皮肤那什么的 你还是没有说叫什么对叫三国沙王者之战官方频道 好像是啊 然后里面会有20172018SL春季赛的那个整个播单 你捋着预约一个看就行了 嗯 呃今天视频应该已经上传了 但不过可能要审核一下 应该就快了啊 嗯 好的而且在我战棋应该也是可以看到战棋是自动保存 他说那应该是自动保存的 战棋不一定啊 不过我们优惑腾讯上传都是高清画面啊 嗯 好的 高清 大家如果想看录像的话就可以直接去 没错没错 如果你喜欢看直播的话可以就是周二到周五每天晚上七点半 每天晚上七点半 对 然后周末是晚上的六点以及晚上的八点各一场 没错没错 下个人上来 手游的标会改吗 手游的标准版应该也不会改 手游的运营思路跟那个online是不太一样的 手游是 手游是不太喜欢下线武将的 对 手游他是就是新老武将都会一起上 他不会删掉 运营思路可能不太一样啊 对 他可能就是希望保留就是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可以问 正好趁着那个什么防止我们尬聊可以跟大家互动一波 估计这会儿导播也在忙可能也抽不了奖 是吗 对估计可能在忙 在处理 我看那个结尼龟没有动呢 没错没错 我们每次就盯着那个小小龟 结尼龟 他一动我就知道啊要比赛开始了 我上次开个人直播间的时候特意给他们照了一下那只结尼龟 是吧 有时间真的 我回头看能不能给大家拍一张照片 然后放在我们那有卡三公杀微信公众号上 可以可以 对这个就是风火狼烟系统 王者之战今年的奖励有增加吗 没有 反而被砍了 因为王者之战跟SL分离了 所以说是下调的 然后怎么加入俱乐部 俱乐部的话 给大家提供几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是我们有一个二零一 那个俱乐部咨询群 或者加我个人吧 加我个人吧 加我个人QQ也好 我可以告诉你每个俱乐部联系方式 十六你这是想加妹子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QQ上什么加 我们不是有网站的那个官方的 对 或者加那个我们粉丝群 300834806 然后进粉丝群里面 at一通管理 然后管理会告诉你每个俱乐部的 主要负责人的QQ联系方式 然后去加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种方式 你会发现管理还是十六 对对 管理还是我 就跟加我本人没有什么区别 加我本人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第二个方式是 你直接找到俱乐部的微信公众号 后台跟他们留言说 我看俱乐部太low了 我要去改造一下你们 对就可以 我觉得会被拒绝掉吧 然后各个俱乐部的 好像我回头会公布一批吧 我会公布 我其实已经公布了 我回头尽可能的 在多个渠道公布一下 各个俱乐部的公众号 好吧 包括他们自己会推一些好玩推文 你看看也挺有意思的 一些比如说组合呀 攻略呀 八卦呀 什么都有 对 挺有意思 然后第三种方式 就是我们去社区 社区呢 紫色的分组 是俱乐部的分组 然后你去私聊他们 给人发私信 问也可以 不过现在加俱乐部的话 如果是当选手的话 可能需要有一些考核要求 对 就是会有 他们各个俱乐部 会考核人也考核你 如果现在加入的话 应该就下个赛季才能上 下个赛季这个赛季已经上不了场了 对 这个赛季的人员已经定下来了 对 然后这是 然后就让我们来看第三局的比赛 第三局的比赛 那吉尼龟洞了 还有第四种方式 风火狼烟系统了 还有第四种方式 我想想 我尽可能多给你们那个 还有第四种 就是加入俱乐部的方式吗 我在想 我在想 我倒不是说推销俱乐部 而是俱乐部确实会带给大家一些好玩的内容 大家可以关注 当然你们要没感兴趣的话 我们也不强 强求推荐给你 今年SL比赛会举办几个赛季 两个赛季 春季赛 春季赛 六月底和七月初会举办决赛 然后九月初会进行秋季赛 然后每个赛季是独立的 赛季结束的就是结束 不跟王志祖恩什么挂钩 因为王志祖恩今年跟SL是品牌分离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局将面 马上第一眼映出眼前就看见那个春哥 对我也看到 我一眼也看到春哥 我觉得春哥的体型比别人大一点 是他那画画大一点 对 国家迷竹在 两个神位 神位国家迷竹在 然后 那个控牌端的 控制端的张辽 公孙渊 在 然后 配牌端的竹葛 雇佣 还有吗 其他的 暖色依旧是手抓蜜蜜 输出端有点乏力 输出端只有一个张飞 马超现输出端都不算太强力的了 这边应该是一个 就是 控制端的一个较量了 八成是一个控制端 控制端和一个大配牌系的 其实这局拿迷竹不许的 因为有张辽公孙渊在 我觉得 我特别喜欢对面拿这个迷竹之后 我就各种偷 张辽公孙渊 对 这边肯定是要拆手国家张飞 然后同时拿一下那个张辽 如果给对面拿到张辽公孙渊双 双偷的话 你迷竹是非常难受的 非常难受 非常难受 这边朱尔景雇佣 雇佣是一个 雇佣朱尔景都是两个比较好的棱主 朱尔景其实现在这个版本 我特别喜欢朱尔景 这个这样 但是现在朱尔景 现在其实偏弱了一点点 对 比起前几个赛季确实是弱了 乙级联赛 乙级联赛 因为我们乙级新成立两个俱乐部 所以说我们要等那两个俱乐部 运作差不多 然后我们确认一下 参与乙级联赛的名单 然后觉得可以进行了 预计五月份 五月中下旬就可以开始了 不过乙级的赛制 可能要稍微调一调 因为目前来看 乙级俱乐部可能没有那么多了 我们要稍微看看乙级的赛制 那乙级俱乐部的话 加入方式也是跟之前一样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新创建的俱乐部 都要先 不是乙级俱乐部 我们先给大家区分一下概念 就不存在甲级俱乐部和乙级俱乐部 只是区分甲级联赛和乙级联赛 他们在运营端是同样的 而且我刚把三月份的运营看完 以归芯运营做的还不错呢 然后我们只是说在联赛方面 区分甲级联赛乙级联赛 然后每个赛季结束之后 会进行一个升降级 所以说我们不存在甲乙级俱乐部 只存在甲乙级联赛 我看这边啊 迷竹是要上的 迷竹 上了一祖帽 各位观众 祖帽主将是第一次看到 对 祖帽强的时候很强 弱的时候也很弱 强的时候为什么很强 因为如果你不能对祖帽进行有效的输出 他的不断的那个引军决定 收益实际上很大的 如果说能够把自己的手牌上线补满 甚至是说我给队友传递两张牌 同时让他摸两张牌 那那收益都是非常大的 祖帽是一个很好的考量 祖帽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武脚 而且2v2里面我也比较喜欢上祖帽 2v2里面 对比较喜欢上祖帽 因为他轮子快 统帅里面 轮子快的时候 他这种祖帽发挥的空间还蛮大的 对 看一下这里张良应该是要偷双边 我这解说也没有比红甲专业到哪去 我只是怕尬聊 所以说能够给你们多说一点 我也只是按照自己的一个理解 去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突袭看着好爽啊 一排 对 这一排都是可以偷的 你随便拿 他偷了自己家的迷竹 他偷了自己家的迷竹 迷竹手里面是有关键章吗 有距离 应该偷的是那个距离 应该是距离 对 因为我记得他拿的是 公孙渊跟迷竹的牌 对 老怪很喜欢祖帽迷竹 是因为就是因为祖帽迷竹 有一个比较好配合 因为祖帽在回合结束之后 他的那个引兵 会降低他的防御 大大降低他的防御 因为他最怕决斗和杀 那这样的话 通过迷竹后置位的一个 补牌的一个动作 然后而且能够撑一撑的防御 这样的话能让他的那个 祖帽的绝地发挥更好 我的天 又是这把草花弩 他又来了 难道跟他又来了 你说你一个迷竹作为一个辅助 你为什么要输出 哎呀我的天哪 我们这一轮简直就是活在这把草花连弩的阴影之中 不对 带给我们的愉快之冲 因为能让我们尽早结束比赛去吃宵夜是吗 又吃宵夜呀 天哪 我要开始减肥了 怎么了 吃胖了 嗯 我已经开始健身了 我难得这两天食欲回升 前几天真的吃不下饭 前几天不开心吗 很不开心 嗯 前几天很不开心 都怪鸿甲老师 让你让你来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天哪 我也要 我也要不开心 你们在讨论什么 尤卡难道比鸿甲更帅的吗 我可 你把尤卡的四五百人置于何地 不要笑 我们尤卡真的是有四五百人 尤卡真的人很多的 现在就搬到新办公楼了 然后 那两层 还有 还有 还有之前那个办公地的 你没有算上海吗 上海还有风趣什么的 对 加了一块四五百人 还有就是客服在的那一块地方 光客服自己一个部门占了将近一百的人 大家应该可以去体会一下 我们客服现在的处理问题的速度 应该是很明显的 因为之前是在边峰起下 边峰那些客服实际上不怎么懂 但现在有卡客服是天天轮班倒 晚上有人值班的 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跟客服反应一下 当然比如说你一些吐槽的话 我问你跟客服去说客服也顶多安慰一下 你两句 我跟你说客服可有意思了 他看到就是跟我的名字又有关的 有笛字的 然后是寄到我们公司的东西 他会说 笛笛这是你的吗 我说不是啊 我没有这个ID 有可能是你粉丝给你寄的福利 我不知道 你们这种有粉丝的真是让我们项目嫉妒恨 我都没有 首先客服妹子漂亮吗 有的挺漂亮 有的挺漂亮 都漂亮 有的是男生 有的是男孩子 那是可爱 不是本来他们都不知道的 他们以为客服都是小姐姐 对啊对啊 完了我抽穿了 有的时候把你们哄得春心大样的 有可能是小哥哥 这个真的 这个是实话 别说出来了 他们真的以为客服都是妹子 这边一个连组是等于把公司员打残了 虽然于番有一个补牌的动作 但是就回复动作 但是还是很难 哦 这里迷竹是被直接打掉了 因为其实是有利有弊 迷竹你当你把所有的叔叔打出来的时候 意味着你的防御绝对第一 对对对 你是架不住我公司员的偷牌的 然后更何况我于番还起了一个距离 但是这边看能不能达到一个1块1效果 有可能吗 一镜四连 这个暂时只是冷二连啊 四连还没有连起来就已经解决掉了一个迷竹 但是不知道在足貌的回合能不能带走公司员 对对对 我每次看你们说这个石头 我总觉得好像说是说我 是有另外一个是滴滴粉丝是吗 你有一个粉丝叫滴滴不要侵犯石头 我不要念出来他的名字 为什么 会让我有一丝尴尬 为何 就是就是他自己在乱想 跟我没有关系 啊啊啊啊 无所谓 ID而已 怕什么 ID而已 ID而已 我这个人很正经的 是吗 嗯 我也很正经啊 嗯 我真的很正经 不要觉得我很逗笔 我真的很正经 我真的是在解说时候 会给你们表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 我私底下并不是这样 相信我 嗯 所以私底下十六就 嗯 私底下我还是很严肃 对 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俱乐部的人 啊 俱乐部的人 哈哈 是吗 就特别严格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真的是 天天逗逼也逗逼不起来 太累了 其实真的 就是那些相声演员啊 或者是娱乐圈的人啊 嗯 他私底下其实真的 人都恨不得有抑郁症的那种 哦 他只是在舞台上表现出那样 我们的解说呢 也是尽量给大家表现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对 私底下的样子 尽量表现出我今天没有感冒 对 但是迪迪今天真的是身体有一点小不适 我看他这里是放了隐兵牌上去了 没错 但是他这个隐兵用出来的话 还是得等就是冷色方这里行动完 你看啊 他这个隐兵牌 放上去之后 你三张牌你打不打左猫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们要不要偷左猫 偷了左猫之后 三张牌有可能大多数防御牌 对 但凡你只需要 你哪怕我中一刀都不怕 因为我还有一张隐兵牌 我都可以把手牌补到体力上限 我补了两到三张牌 我就不亏了 我感觉这里 要不就不打左猫打张辽吗 你打左猫的话 左猫手里我觉得至少有一到两张闪吧 肯定有的 不要打我脸啊 肯定有的呀 因为他隐兵放上去 对啊 而且你看鱼帆这边 如果你继续打左猫 那左猫还有防御牌的话 那你可能把左猫打到一张牌 或者更少 那这样的话 左猫会合 我直接把那个手牌补到体力上限 非常爽 而且隐兵牌的去除 跟你打几点血没有关系 只是我受到的几次伤害有关系 这里是可以移去一张 去移去一张吧 对对对 我们看有没有决斗 没有决斗的话 那我这一下是要补到体力上限的 那就是换三张牌 第一个啊 选一选项一 对好的 然后看这边 组帽有没有小爆发 好的 这里是七张牌的祖帽 那这里祖帽就是纯靠这个摸牌的一个爆发 对对 它就是靠隐兵和绝地的这么一个爆发 但是我记得就是之前啊 我记得之前是有两次祖帽登场 在我们比赛场上 它是坐前锋的位置 但是发挥并不是特别好 那说明对面输出太暴力了 对 祖帽在这种缓慢的运营的将中 算是也比较有那什么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他发动了引兵 然后另外一次是没有发动引兵的 但是发动引兵的那一次 虽然摸牌量很多 但是这些牌其实 他能不能把那个牌最大的利用 对 我是觉得怎么样 就是祖帽这个武将 你要么就别让他发动决地 你一旦让他发动决地 我觉得每一次决地 都是一个很高的收益 你看就比如说 现在这个祖帽 它的发挥其实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还行吧 这边是我们看到 加一马和火攻引兵 而且这边我后手的暖色方 有随时可以考虑 这边你还是公孙燕先动 公孙燕先动的话 偷一手 偷一手杀一刀 对 就慢慢的磨着就好了 但是你现在鱼帆没距离的很尴尬 如果你打不掉这个引兵牌的话 还是很难受 还是拆手牌了 果然拆到了一张防御牌 祖帽是有点麻 因为我私底下是管这种 总帽 猪个锦 鱼帆 再包括雇佣这种酱 我个人给它起个名字叫运营酱 就互联网的名词叫运营酱 什么叫运营酱 就是靠一点一点的 通过你不断的调整 然后逐渐的积累优势 然后每发动一次 都是有一个收益 一点点积累收益 这种 这边找到了距离 那这样的话 那暖色方没戏了 暖色方没什么戏了 已经还全部打掉 暖色方没什么戏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祖帽作为前锋 还是会好一点 做主帅的话 虽然你体力上限高 但是你吸引火力到自己身上的话 就其实对面可以奔着你的主枪过去 但是因为他这里 编尾做了一个迷竹 他的那个吸引火力的那个程度更大 所以我会迷竹会先倒下 好投降了 投降了 那恭喜坦哥 先下一局 目前是老司机2比1领先 我觉得这个赛季 感觉Casper第一轮上来还不错 但是怎么感觉 现在状态有点不太对 有点不太对 别着急呀 对我们 因为在我觉得 我的想法里 Casper应该属于那种一路高歌猛进的 无论遇到什么对手 应该是一路高歌猛进的那种 但是我怎么觉得 但是这样能打的有点艰难 你要这样想啊 就是每个俱乐部 他们都换 有换新鲜的血液上来 对 其实就是大家民间的高手 还是有很多的 大家大家就是看到了有俱乐部这样的联赛 然后想参与进来 所以可能会承讯出一个这样的局面 可能就是新人也很厉害 然后 然后就是之前的选手也很厉害 就会形成一种较量 我其实更愿看到很多天梯的一些高端玩家过来来试一下我们的比赛 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几方面 一方面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期间吧 就是俱乐部的选手跟天梯吵得很凶 互相不服 但是我觉得吧 大家都会来试一下 因为我个人觉得说也不用谁都不服 毕竟环境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所以说 打天梯确实会遇到很多很厉害的人 去年让我印象很深的 应该是孟江南 就属于典型的从天梯转到赛事这边去的 然后蛮成功的 你看孟江南发挥其实也蛮不错 但是我觉得他在天梯那块更强力 他也真的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打 也很拼的那种 然后包括去年的 我老忘了北京十三连送的叫什么来着 北京十三连送的那个 他也是属于天梯的 以前爬天梯爬出来的 包括无双ZC里面有很多爬天梯爬出来的 是那个北京的 叫什么来着 来 就是一名 老秦老秦老秦 对老秦老秦 没错 那个秦时嘛 秦时之我 就去年其实还是出现很多新鲜面孔 我觉得还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包括四维四里面 当然四维四怎么讲 有可能在团队当中才能看到他真正的实力 四维四的选手还是要更多考究一下排局的大局观 讲道理 四维四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比统帅更难而已 因为 因为他需要队友去配合 对对对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游戏 而是四个人的游戏 花样更多 对 排序要求更高 配合更多 有的时候很多小细节点 对 比如说我们之前看过Top5那个 那个法正和那个孙前的配合点 这是需要你精较细足 而且足够的去多的训练才能看到的 嗯 而且你需要就是队友之间的一个默契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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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如说就是有时候 如果队伍里面有分歧 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难受的 对对对 所以说四四是值得去反复练 那刚才是老怪的那个暖是吧 好像是 是暖是暖 好像是 看一下这局老怪的第四局 对 那他现在应该是冷色方了 上局就是并不是一个大迷竹局 因为大迷竹局在的话 一定是说那种张辽公孙烟 那种控制端的 扰乱端的要稍微少一点点 所以说上局 迷竹输了也不能说可惜 因为毕竟那个公孙烟和张辽都在 看这边 曹仁 今天曹仁第一局 曹仁第一次看到 曹仁国家和 神位就这俩 然后跟国家配合的离点流程局在 那个张飞不在 控制端的公孙烟在 林统在 甘婷也在 甘妮现在都这么惨了吗 甘妮也在 对 然后跟林统配合的 我们注意到一小点 有蔡夫人 有蔡夫人 嗯 然后这边孙奔没什么配合 然后王毅有离点 那有离点在的话 孙奔王毅都算是有配合 有小配合 基本就这些 这里面可以大家关注一下 大乔这个点 这一局大乔这个点 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但是大乔的话 对于离点国家 或者流程国家这种大乔的限制 有的时候是隐性存在的啊 嗯 不过还是有这个梁干 您这样的能够去针对大乔的选项 对对对对 嗯 这边直接拆掉了 对跟国家好配合的两个人 老怪老怪直接拆掉 跟国家配合的两个人 嗯 那你这边我就毫不犹豫的 就失去了曹仁 曹仁 曹仁这个人 曹仁 曹仁公司应该其实很不错的 这边王毅孙策 那有可能老怪要摆那个离点王毅加那个流程 对的 而且刚好是冷色方 离点王毅加流程 流程跟那个离点配合还是很凶的 嗯 然后再加上王毅这边起手 先把王毅压一根血 要看看能让秘笈有更多发挥 对 会摆一孙奔边也可以啊 我看到双方的选将都特别的就是细致 我觉得 嗯 一定要抓住每一个小点 嗯 攀马还没什么用 攀马马带 我没有见过 好像好像没有见过就是攀马上场 特别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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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想想黄中在 黄中在 一张纱打两笔鞋有什么可稀奇的 对吧 你攀马还必须要够不着我才能打两笔鞋 那黄中我 因为攀马有点鸡肋了 就是 很鸡肋 那现在就到了双方 猜对面会上什么武将 冷色方这边不用猜 然后暖色方这边有几种选择 一种是公孙烟烟曹人 去打这么一个配合 那暖主的话 呃 国家和那个诸葛亮 其实都行 嗯 都行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摆一个国家双抱 摆举兽 对 你看果然举兽 国家举兽 嗯 因为暖色方嘛 毕竟我觉得拼一波 确实会有更有机会 你摆国家举兽的话 一定要舍弃曹人 因为曹人没什么太大用 对 你相比较于曹人 那你因为你国家举兽 肯定是要爆发去的 对 爆发去的话 你选那个呃 个人回合能力更大的那个 工资员会好一点 哇 这个难慢入侵 你看果然摆了一个身笨边啊 顿边 嗯 而且孙闷边的话 还有一好处就是 我跟刘成可以打配合 随时让孙闷觉醒 这里应该是不会对暖色方法都忘戏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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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把国家打掉的这个很难受啊 对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理点也想 也想 也想自己家刷刷牌 而且南蛮入侵 这样的AOE 理点是有乐吗 有可能有可能 只能说有可能 哎呀 我觉得天天都在考虑有乐的问题 非一个乐不思蜀害怕的 担心害怕 真的 如果 如果他有乐贴公孙渊的话 王子这个公孙渊会非常难受 哦 这边举授有点怂了 出了一张杀 我防止你有二次伤害 嗯 继续 激昂 往戏 刷牌 继续刷牌 看下能不能刷出乐不思蜀 哎 这里 铁锁连环是连到了 公孙渊居首 这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好不好 嗯 好 如果此时有乐贴谁 贴公孙渊 贴公孙渊还是贴居首 贴公孙渊 贴公孙渊是吗 对 因为公孙渊他还是可以杀国家 一会儿国家分排出去啊 没错 铁公孙渊其实想法就是 我扰乱你原有 既定的配合的顺序 嗯 就既定的走向 对 如果你要贴举兽的话 那就说明你害怕举兽的爆发 音音音为什么要考我 我是个女孩子 好这里是没有乐的啊 嗯 之前只是呃 离点为了让自己这边过牌而已 弹幕也可以跟随着我们一点点提出问题来讨论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就是讨论一个乐贴谁的问题 我们后续看陆陆陆续续多给大家抛一些问题让大家去 对就 带动大家去思考 对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统帅 没错 嗯对 提高抬起来的几种方法一种多看第二种多想 因为你看完之后你只有想才能转化成你自己的东西 我不是不懂音音观 我只是说我不知道该如何 接好难受 吓死了 这是直男理解不了的事情 没有办法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没那么直男 哇这个铁锁连环有点厉害了 郭家 我想想之前铁锁是连在公孙渊跟巨兽的身上 然后公孙渊把铁锁连带到郭家跟孙渊的身上 他是想直接打死孙渊吗 那看来铁锁手上可能有火攻 我觉得应该是有 铁锁的手牌应该不错 他卖的这么狠啊 因为刚才单靠那个铁锁连环是一定打不死的 铁锁手上可能至少有A 首先有 有A也不行啊 必须带着火攻 火攻会更好一些 铁锁手上就想拼这一波了 要么就是还有第二个铁锁 不是 但是这样你想拼这一波的话 肯定得拼这一波 直接拼这一波的话 为什么不打死你点呢 偷三 偷三的话 举手手上可能有A A的意思就是说 一方面我能带走公孙渊收编 另外一方面呢 看看能不能把你公孙渊进可能往下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看火攻 火攻对孙渊现在是致命打击 但是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你打死了孙渊之后 李点活得还很好啊 李点跟刘晨配合还很强势啊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叔叔能打死孙渊的话 为什么不试着去一波打死李点好了 看举手手牌啊 看举手手牌 我们现在菜都没什么太大用 没准一会儿举手出弩了 我觉得但是这个举手出弩不是很厉害 还行 我昨天举手也出弩了 是吧 这边是拿草花八八阵转 是草花黑桃看不太清 黑桃吗 都是黑桃吧 因为我们这个屏幕就是 看花色不是很清楚 我看着像草花 我看着像黑桃 哎呀怎么办 两个一千多金式的解说在这儿 看不清花色 对啊是紫雄剑 我知道是紫雄剑 我们在讨论八卦阵 紫雄剑是只有黑桃的 这个知道的 那个装备的花色和点数 大家记一记 其实也有好处 也有好处 小细节也有好处 然后现在转方片了 转方片 断了一下 玩这种武将都必须在数学好 数学要好吗 这个数学不用好呀 这个只要花色跟那个数字一样不就行了吗 这个不要算13点呀 也考验一点数学吧 我觉得不考验 嗯 就是我用巨兽就比那个弥竹好用多了 哈哈哈哈 有时候给不出去哎呀过了 我今天我今天跟秀那个你没来之前我跟秀在打那个桌轨然后选了一把弥竹 别催我别催我 让我算一算 哈哈哈哈 迷竹牌有点多让我算一算 哈哈哈哈 拿个计算器很强 计算器尺好像还在口算快点 真的 好的看一下巨兽 难道就这样过了吗 我不信 你这样过的话就不厉害了 那你这样过了呀 开桃园了 你看你开个桃园 我们好失望啊 好绝望啊 你居然没有连弩 没有连弩 我怎么玩啊这游戏 你作为一个巨兽 你怎么能没有连弩呢 感觉巨兽连弩是标配是吗 讲道理啊 我不是特别喜欢巨兽这个武将设计 因为它整个跟人物历史定位不是特别配 因为在历史上巨兽是属于那种 你想他配音 缓而耗之 曹军 自愧 就是这样 他讲求在历史上关渡之战 他是讲求跟曹操号打 慢点别着急 但是你看现在巨兽 活脱脱一个爆发五顶 但是巨兽这里又转黑桃了 对 巨兽一个人能玩几分钟呢 不着急 不急 以前四四班屁的时候不经常看巨兽一玩玩好久 对 就放上鼠标 让他先玩着 有点环境小乔乌吐 现在已经没有小乔乌吐过了 手刹还在玩一玩 但手刹还是可以玩一会儿的 孙策行啊 这边孙策行 对 我们这边的孙策也是那个那什么的孙策 就改了之后的吗 对对对 包括我们今天身份局的降池里面的孙策也是那个 也是这个就是这个 借英姿 借英姿孙策 就看你降池 你降池是什么搜鱼 它就是什么孙策 孙策言之前的手牌是明的 所以这个点会比较好突破 没错 这是要顺一张黑 红沙吗 有可能吧 你点 不明白啊 万剑吗 顺的是万剑吗 还是顺的什么呀 因为什么能什么东西能让它不顺顿呢 我觉得应该是万剑了 万剑可能是理点攒在手里 他第一轮没有开 是不想让郭家巨兽第一轮有太大的爆发 所以他就先留在手里 过了有可能的 然后孙策这里可能手上还有红沙香 他这里面可能考虑到 反正你现在一记出去 也晚了 对 而且国家这里是没有遗迹了 但是这还都是我们猜的啊 这个还都是我们猜的 看一下这里是乐乐国家 乐乐贴了贴乐乐 那就是刚才那个 有可能是万剑 我觉得应该是万剑 就是为了把国家曲线压一压 然后那什么的 对 而且如果 我觉得不会是这张乐 如果是乐的话 之前就贴公送冤了 有点直接 后面里点忘戏 有忘戏上来乐吗 没有吧 我不记得啊 就如果说是后面忘戏上来乐的话 有可能是顺的乐 因为我不太记得 他这后面也没有忘戏上来乐了 因为我们聊着聊着 有的时候就不看排局了 哦 他是先开的万剑 然后忘戏乐是吗 哦 阴魂的吧 哦 对有可能 因为混上来的乐 有可能 我们忘了 人家是无技能的人 人家是有五个技能的男人 对对对 是辣个男人 是辣个男人 嗯 他改了之后就不叫孙奔了是吗 孙奔是照着黄凯画的 孙奔 最早画的时候是黄凯画的 黄凯是要他自己画的 就是卡呀卡大神 哦 这里郭佳的乐还是重了 他之前的牌没有分出去 感觉这一波牌 也不是很难受 对 嗯 其实可能刚才的防御比较多 哇 这里是直接英魂 郭佳掉两头 好凶啊 我的天 那暖色房作员了 那我提前恭喜一波吧 我提前恭喜一波卡斯普 嗯 那可以看一下巨兽手牌 哇 还有个桃子 嗯 那还不能动 那还不能动 对那那那还不能管它 满满入侵 这里从巨兽这边转过去 巨兽转过去 这桃给过去 那回时候刘成决斗 先把巨兽打死 怎么都赢了 怎么都赢了 这个要是 这个我只能说翻给我看了 哦 他这里直接帮国家打了一个 那个 想用刘成这里直接打死巨兽 然后再打国家 没错没错没错 先把逃逼出来 好投降 投降 暖色房投降 托管你投降了 那这里就是双方占评 没错 双方占评 那恭喜影子 扳回一局 2比2占评 双方实力看来还可以哈 互相 2比2占评 我们第三轮的第一天跟第二天的比赛 都是在统帅上目上 都是占评了 没错没错 那这样的话 就再给大家通报一下 最终是老司机的和Casper的上半场 统帅三军2比2占评 然后我们一会儿要稍微休息一下 先看一下我们的小短片 我们巨神时刻的第二期 然后过会回来要进行4位4的项目